我們不是那種富豪不需要競爭 沒什麼東西留給他們 我都跟他們講爸爸用完了城市裡面的 他可以教三立天道 大學當然可以 我還怕他沒教 天道張明杰心跳標160 查五罐不留財政用完才是兒子的 人家一定是我的別婚 他只不過是一個 中途無説 我沒名字唱人王三小三 你為什麼叫我愛這個 55歲霸電盪男星 張明杰在三立天道和苗可烈HCP 雖然出軌有了私生子仍想彌補正宫 並讓三位子女公平競爭接班人 那在劇裡面跟可麗姐有蠻多衝突對罵的 缺點就是你一開始就是有小三嘛 你就沒什麼好說的嘛 他就是他背的天罪嘛 就是你的錯啊 你幹嘛不聽大頭的話 那你在教育小孩也是嘛 你有兩個小孩你也是讓他 基本上我就是公平嘛 不用競爭啊 我們不是那種富豪不需要競爭 沒什麼東西留給他們 我都跟他們講 爸爸用完了成是你們的 你不要奢望說小孩要不要照顧你 我們先想好我們要怎麼樣照顧好自己 那當然是我跟媽媽用剩的 用完了才有你們的 那你會有一些親子問題 譬如說小孩什麼 看力氣要什麼 那叫什麼 宅男的資男之類的 應該沒有這樣嘛是不是 他們沒事都會在家 除非跟同學約 像我們一個禮拜可能要約八天 他一個禮拜挺多約一天 所以跟你以前他很乖 對對對 所以我都覺得他們OK 他可以教嗎 大學可以教嗎 大學當然可以 我還怕他沒教 他當然可能他們年輕人 也還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也還沒有說到 肯定不肯定 所以他還沒有帶給我看 劇中張明杰從管家小孩 反轉成財閥 現實生活則是苦幹型 25歲就跟電視台簽約 一路拍戲到現在 我的想法是 我沒有看過電視公司 我就進去看看好了 有車馬飛 就三三幾萬是不工作 延續三檔戲都在大陸拍 那剛好運氣還不錯 是最後一檔拍到九陽街的戲 然後拍回來那個戲又起動 起動以後價錢就翻了 蠻好的 你做這一行就是沒有神病的權利 這幾十年下來 我們的身體的作息 不像你們一般人一樣 我們的身體始終是混亂的 你就覺得 心臟會不會完全跳很快 那跳完他就不停了 跳很快他就整夜就 都跳到160 你跳160是 你在打籃球 可是那時候在拍戲的現場 又察覺不到 後來才知道他們說 這個心率不整 就是心臟的神經在亂放電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把他那個神經電燒 像我這手作的傷口很小 你看有這麼大 所以他是從這裡傳電嗎 沒有 然後鼠息部再穿幾根 然後這個頸部又進去 等於有穿了五個 就是局部麻醉啊 你想把你身上 插了五根管子 沿著你的血管 走到你的心臟 你敢不敢鬥 你當然緊張啊 心跳那麼快 是很容易中風的 你看我們還是真的是 老天爺有保佑 你身體出動的話 你是會第一時間去看醫生 還是你會覺得還好啊 我不會 我一定是第一個時間去看醫生 你是第一時間 對我是比較怕痛的那種人 對斷掉那時候 他們就說那止痛藥傷身體啊 能不吃最好不吃 痛得要死不給我吃 不吃我跳樓給你看 謝謝 謝謝